如果发生在重要器官 比如说头脑的话 就会产生什么 中风 刚才我都提到 很多人都讲 我想活到75岁 如果你活到75岁 但是你是过着中风的日子 又会怎么样呢 肯定也不好说吧 所以呢 这些疾病都能够怎么样 被避免的 还有一个是心血管疾病 比如说心脏病的什么 万心病 有些人会感觉到胸口怎么样 胸口闷压榨感 这是因为呢 心脏什么 冠状动脉可能被胆布巡阻塞了 冠状动脉可能被胆布巡阻塞了 相同的 他可能会破 这张图显示什么 男子大概45岁 就会高上高血压 或者是心血管的疾病 比如说患状动脉 女孩子呢 到了55岁 到了55岁 相同的会跟着上来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什么 更年期 到了75岁 你可以看一下 不管男还是女 心血管 疾病 异样 在男子 跟在女孩子 都是一样的 风险 当血压一紧之后 如果你不吃药物 可能会造成你的什么 心肌肿脏 心肌衰限 这就是所谓的心肌 什么样 梗子 他怎么样 破了 破了 可以看一下 破了 造成这样子 心肌梗子 哦 相同的 刚才讲到 血压 很大的时候 他真的很小的血管 尤其是那些血管呢 我们肾脏的血管 好不好 这么 比如说 五六六五血球 在一定的压力下 冲进手 你的肾血管那边 它会造成怎么样 一个压力嘛 一个压力可能怎样 会被创伤 创破掉 你肾脏的血管 因此呢 会使你的肾脏 怎么样 甩一些 甚至要洗肾的 贡献也很高 比如说 造血压 也会伤害我们的什么 胜宗人 还有一个是什么 眼睛 因为眼睛的血管 都很什么样 很薄很细嘛 对不对 你血压这么大 血管这么薄 这么细 尤其在眼睛 所以呢 它会造成我们眼睛怎么样 尤其视网膜怎么样 破了 或者视网膜的疾病 这个可以看到什么 这个血管 好不好 这边的血管呢 血管必可能比较薄 所以它会像气球 这样子 膨胀出来 这种 你看一下 它在大概这个地方 它的血管 这个呢 中文我不会讲 应该是血管流霸 英语呢 叫abdominal annuorism 简单来讲 它这里的动脉 怎么样 足动脉 怎么样 比较薄 但是呢 它还不会破 所以它像气球这样子 会膨胀 哦 当然 有些人他会告诉我说 哎 Mr. Wong啊 高血压有什么症状 所以可以给我一个答案 高血压有什么症状 其实高血压 没有任何的症状 当然 有些人会跟你讲 我的这两边怎么样 会很疼痛 当他来找到我的时候 我可以跟他讲 你血压 会要 一定要到吃 当然 因为他还讲到什么 高血压可能更给血 很浓 我会用中文的方法 清血的方法 把它清一清 那么因此呢 他的人会觉得 比较舒服一点点 但是 还是 必定要服用 高血压的药物 哦 这个呢 我是给大家看到 如果你发生在你的脚的话 我可以把它抽出来 试想一看下 如果这样的浓血 或者血压怀 发生在你的脑袋 你的心脏 你的肾脏 我怎么样把它拿出来呢 哦 肯定拿不到 哦 可以看到没有 这种是所谓的 血压怀 哦 它的原理是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是发生在 四肢 一个是发生在那里 哦 头脑啊 眼睛啊 肾脏啊 哦 那 我想 做一个比喻 那比喻呢 就是什么 气球 以及重量 哦 我叫做 Phenomenal of Value and Border 简单的来讲 如果 这里气球 是你的体质 这个重量 代表 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生病的因素 我们是跟什么 跟疾病 是共同的什么 生存 好不好 哪一个比喻 比如说 这些气球 是你的身体 这个呢 就让我们生病的因素 可以说 打一个比喻 我们的身体 好不好 看起来 我很健康 对不对 其实我们身体 有很多什么 很多的细菌 简单来讲 我们是跟 疾病 或者跟一些细菌 共同的生存 所以我可以这样 做一个比喻 这个是你的身体 这是让我们生病的 因素 这条线呢 就是怎么样 不可以切断他的 理所 有一定的关系 那 刚才 我就提到了 我们年龄 有出事 到我们死亡 最健康的年龄 大概那里 大概几岁 20到30 对不对 就20到30岁 但是随着年龄 我们的身体健康 会怎么样 慢慢的走下坡 如果你有照顾的话 很有可能 你就可以走得怎么样 没有下坡的这么严重 对不对 现在我要问的问题 是这样子 这个是你的身体 这个是让我们怎么样 生病的因素 好不好 如果气球的位置 升得越高 代表你越什么 越健康 气球的位置 越下降 代表你越什么 你身体就越胖 越走下坡 越走上什么 生病的情况 对不对 好 我想问一下 各位 如果你想把 你的身体 的健康 往上升的话 你会怎么做 第一 增加气球的体积 第二 减轻 这个重量 所以愿意 增加气球的体质的话 请举手 请举手 增加气球 一说增加你的体质 请举手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好不好 好 那么愿意 把这个重量减轻的话 请举手 也是四个对四个 好不好 好 我可以问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愿意把这气球的体积增高 有些人只愿意把体积高 为什么 因为他上升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 有一些人只愿意把这个体积怎么样 这重量怎么样 减轻 也是上升 对不对 问题是 那一个效应比较快 打气球的体质增高 那么气球的位置 升得比较快呢 还是把这个东西减轻 哈喽 减轻 减轻真的比较快嘛 对不对 好 我们看一下 分别在哪里 简单的来讲 如果你只是愿意把 这个重量减轻的话 简单来讲 它就像一个什么 吸药这样子 比如说 现在你发烧 我就给你什么 推烧药 你现在疼痛 我给你什么 止痛药 你现在什么 细菌感染 我给你什么 抗生素 你身上有氧 我给你什么 止氧 对不对 这就是西医的功用 或者西药的功用 清楚吗 清楚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当这个体积增加的时候 又怎么样形成呢 就是用什么 所谓的什么 军兰疗法 或者是营养学 或者中医学 就是刚好我们什么 我们的体质 对不对 好 问题在这里 你用西药 效果看得怎么样 比较什么 比较快对不对 用中药看得效果怎么样 看得效果怎么样 比较慢 对不对 老吴现在并没有批评 中医的不是 或者是西医的不是 我只给各位看到 他们的区别在哪里 听懂吗 所以当医生病的时候 你肯定用西药会怎么样 会比较快 用自然疗法 或者营养学 肯定上会比较慢 知道吗 但是两个肯定都是 因为要使你怎么样 更健康 对不对 哦 我现在用一些营养来讲一下 比如说 你有倾向高血压 但是血压不是很高 比如说你血压上面的收数压 在130-40之间 收数压在85甚至88之间的话呢 你可能可以用一些营养补助品 比如说